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沛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7月27號禮拜六早上10點鐘 歡迎收聽 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好 今天呢 我們要來聊什麼 是跟大家息息相關 很多人都說 台灣是水果王國 而且不管國外流行什麼水果啊 你曾經在國外吃過什麼水果 一陣子之後 我們台灣就農民很厲害 就種得出來了 而且還可以勝過國外 不過夏天的水果 雖然選擇很多 但是在保存上 或是因為你知道 夏天天氣實在是太熱 有時候水果是真的很好吃 但也不能吃過量 有時候是在保存上一放 譬如說我自己 非常喜歡吃酪梨 可是酪梨呢 它一定要等它變黑嘛 但變黑完了之後 你沒有馬上吃掉 那個酪梨那一整批 就會變得太熟或太爛 到底夏天的水果要怎麼樣保存 我們今天節目很開心 邀請到的這位是水果達人 楊文德大哥 楊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楊大哥為什麼會對這個水果啊 就是您是什麼樣的背景 為什麼會對水果特別有研究 我是嘉義鋪子的人 但是其實我們家並沒有 並沒有種植 沒有種植人的 我們不是果農 不是果農 對 我們是做生意的 那我主要是我上來台北之後 我做了這個果汁的連鎖店 都在各百貨公司 那三十幾年的經驗才買水果 所以就比較知道怎麼挑選啊 可是一般人都會覺得那個水果 我每一次要買水果的時候 我都會上Google去查說 譬如說芭蠟如何挑選 什麼西瓜如何挑選 那鳳梨如何挑選 我都會直接去Google 因為記不起來 其實這些小技巧只能參考啦 最主要也是要靠經驗 就是有些水果你要看很多 你就會知道 就好像真正做寶石的人 他們一看鑽石就知道真假 沒錯 對 不一定要拿去驗 拿去檢測 那水果也是一樣 有些水果我們一看就知道 這個紋路西瓜就是好吃 那有些水果一看那個顏色 這個鳳梨就一定是好的 來 今天既然你都來節目上 你有三十幾年的這個 做果汁的經驗還連鎖店 很難言喻 對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您就用一些小paypal跟小技巧 教我們民眾 剛好聽到這幾人很有福氣啊 夏天我們台灣有這麼多的水果可以吃 那像現在這個時節 七月底的這個時間點 大概我們台灣可以吃到的哪一些夏季水果 現在算是離山的水蜜桃開始 對 水蜜桃是我的愛 我好喜歡吃水蜜桃 很多人的愛 怎麼會有一種水果長得這麼樣的動人可口 然後它的味道 對 顏色還漸層的這麼好看 對 顏色還漸層的這麼好看 因為這個剖開來之後 它的果肉可以這麼的香 這麼的細緻 然後甜油多汁 但又不會過膩的甜 然後我就覺得它的那個表現 就是個美人 對 那夏天當然我們台灣就是 其實我們台灣對於 像水蜜桃這樣的東西 它就必須要栽種在高山 沒錯 那如果是在平地啊 因為我們算雅二代嘛 在平地的話 這個季節啦 就是木瓜 木瓜 或者是西瓜之類的 然後前陣子啊 有玉盒包嘛 對 那現在已經沒有了 是 然後芒果 是 這都是夏天的 然後酪梨 對 但是夏天當然也有些東西 就會比較差 也就是比方說 它冬天適合的 的鳳梨 真的嗎 其實現在鳳梨並不是不好的 鳳梨最好吃是在春天 蛤 你給我們上到一課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一直以為 鳳梨就是一年四季 就跟香蕉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就是一年四季 現在香蕉也不好了 因為天氣太熱 有些水果是受不了 那麼高溫的 我以為香蕉是要在 就是很熱的時候吃是好吃的 沒有沒有沒有 香蕉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中部焦 就是要在南投 那個山上 然後那個香蕉才會好吃 了解 可是在冬天的時候 香蕉也是會有一個缺點 它容易裂皮 就會裂掉 對 那那是因為 它受到冷熱溫差的關係 它的果皮會比較容易裂 但是那時候是其實很好吃 我們今天 感覺上可以從楊大哥這裡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您剛剛提到 現在夏季 七八月這種時候 最扭席的水果來 木瓜 對 西瓜 對 然後高山的水蜜桃 對 然後 酪梨 酪梨 芒果 對 然後像玉盒包已經過了啦 現在就算龍眼了 對 現在已經算龍眼了 現在 現在這個荔枝類的 已經幾乎結束了 就是龍眼 我小時候啊 對於跟 要媽媽要一個玉盒包吃 覺得這件事非常的奢求 可是現在 好多農民種出的玉盒包 都好 我今年吃到的玉盒包 我簡直覺得不得了 因為 台灣有很多 我們很值得驕傲的水果 日本種不出來 日本沒有 對 因為溫差的關係 日本沒有荔枝 他們沒有 芒果也沒有 對 日本沒有芒果 然後日本人很愛吃 是蓮霧 日本吃不到蓮霧 蓮霧是我們的驕傲 蓮霧在東南亞 其實也都有 比方說泰國啊 印尼那一帶也有 對 但是都沒有我們台灣好 沒錯 台灣的蓮霧真的好好吃 可是我們的蓮霧 也只有在冬天好 蓮霧是冬天水果 是 夏天不行 天啊 我真的完全的 一概一竅不通 是 芭樂也是 芭樂是冬天的水果 對 藻子也是 蜜藻 我以為藻子是什麼 過年嘛 過年那陣子 過年那陣子 對 那時候才好 藻子一定有一個原則 寒流有來了 有下到產地 寒流來了 之後 那藻子一定甜 唉唷 欸 我們今天這一集啊 可不可以弄一個筆記本 請大家 請聽眾朋友 今天聽到的有福氣 你就做筆記坐下來 你不要每次要去買水果 說在那邊Google 那我們就先從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就先從現在 夏天 夏天的水果開始 對 如果是水蜜桃 我們以前常常會吃到 譬如說復興香啊 什麼拉拉山啊 然後或者是說 你剛講的梨山的水蜜桃 唉我好奇的是 因為我前兩週才想 剛從日本回來 日本現在也很熱欸 然後日本現在最好吃的水蜜桃 都產在山梨縣 山梨縣沒錯 那個地方的水蜜桃 真的你只要看到 是山梨縣的水蜜桃 無論大小顆 無論紅或是比較偏白 你就買回來吃 一定非常好吃 但我好奇的是 現在日本也很熱 水蜜桃它到底好吃的秘訣 在哪裡 為什麼台灣只能種在高山上 一樣啊 日本也是啊 日本也是 也是要在高山啊 他們是高山 他們的高山的水蜜桃 那個價差是 是一倍的 就是跟平地的 價差是一倍 那日本是這樣啊 它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在五月份吧 是是是 那時候日本水蜜桃就開始出來 沒錯五月份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還沒那麼好吃 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溫室 那溫室的 就是室內的跟戶外的 所行的這個光合作用啊 熟度啊 是有落差的 了解 所以一直要到這個戶外的開始成長之後 日本的水蜜桃才是真正好吃的開始 因為我五月份也有去日本 五月份買了 你也有吃到了 對我吃到了 我覺得甜度跟它的香氣就是沒有那麼對 就真的還好 對 我這次七月去吃到那水蜜桃 不得了 隨便買隨便好吃 所以印證了一個重點 只要是當季的對的水果 怎麼買都好吃 沒錯 所以現在就是 如果是去日本的話 就是水蜜桃是很殘忌 我那天在台灣的百貨公司看到那個價錢 我嚇死了 嚇死了 因為它空運嘛 我們絕對不能去買到海運的 但是難免會有 所以要看得清楚 是日本空運來還是日本海運來 來的 嗯 了解 OK 然後呢 這個空運過來的必定成本高嘛 是 然後貿易上還要承受一些折損啊 因為不可能它近一百箱 一百箱都賣得出去 或一百箱都沒有損壞 所以它要扣一扣 所以你說它賣個兩三百塊 我覺得都合理 嗯 那如果你賣到一千多 那個真的是太過分了 呵呵 我也覺得很誇張 所以欸各位 如果你們今天有聽到這一集 你們剛好要去日本玩或幹嘛 在日本就是暴吃水蜜桃 就對 不要問說是哪一家 就是超市看到就隨便買 隨便好吃 對 這個月到日本 你可以暴吃水蜜桃 下個月去日本 你可以暴吃澀香葡萄 哎呦 而且澀香葡萄 也是越來越便宜 它是秋天的東西 對 一開始進來 一開始有澀香葡萄的時候 真的超貴的 超貴 嗯 當然它也是每年都是這樣 差不多六月開始 然後就慢慢便宜慢慢便宜 然後一直到接近中秋節 又跪起來 好 那如果我們既然講到水蜜桃 欸 水蜜桃怎麼挑啊 我在日本超市也是看半天 我不知道 就是我完全不會挑 不能碰 不能碰 水蜜桃不能碰 我們的手不能去碰它 你要碰的話 只能碰它的海綿 包裝海綿的地方 你不能直接去摸到它的果皮 為什麼 因為摸到那個果皮 水蜜桃就是那種很 焦貴 很焦貴 對 你的手的溫度 一碰到它的纖維 那個絨毛 它那個果皮上的絨毛 它就容易在那個地方就會變色 或者是從那個地方就會 就會有一個 就是那個果肉也會 也會比較會發酵 我懂 因為在日本的超市 全部都是有用那個保鮮膜 包起來 無論它是便宜的或是貴的 但是我就是有看到那麼一兩顆 可能是可能有人去摸 或是被夢到 所以就會有一點點一點黑黑的 那有可能就是手的溫度 那當然也有可能運輸的過程去撞傷 這個都有可能 可是就是要保護好 我們手盡量不要去碰到那個果皮 拿的話就是拿那個海綿墊 海綿的墊子 然後起來聞看看 然後其實我們在摸海綿墊的時候 我們也就知道它的軟硬度 熟度 因為日本水蜜桃 跟我們台灣的水蜜桃 差不多是同品種 我們的類似品種 跟美國不一樣 我們是只能吃軟的 日本水蜜桃也只能吃軟 它不能吃硬 那有些人不敢吃軟的那種水果 他就去挑美國的 那日本的是一定要軟 才會香才會可口 沒錯好 我那天有看到日本人在分享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待會來請教楊大哥說 水蜜桃要在吃之前 什麼要再先放到冰箱兩個小時 然後再拿出來吃那個 是最好吃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我總覺得 我不管怎麼吃 我都覺得很好吃 我們待會再來問楊大哥 水蜜桃要怎麼樣去吃它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養起 就一起在一起 好回到節目現場 在我們節目現場 今天是水果達人楊文德 好楊大哥 我們剛剛聽到了水蜜桃 水蜜桃到底 因為在賣場的時候 我發現水蜜桃都會被擺在那個櫃上 它不會真正的把它冰在冰箱裡 然後我就有在網路上看到日本人 是在分享一個說法說 你買回去水蜜桃之後 說要先放在常溫 然後你真的要吃的時候 冰到冰箱兩個小時 再拿出來是最好吃 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說你要看那個水蜜桃的熟度 這個說法是 這個說法只是 所有的水果都應該要冰過才好吃 是 它的口感會更好 而並不是只有水蜜桃 所有的水果你要吃 確定要吃了 那你就把它切了之後 或者怎麼樣 你就把它冰進去 然後經過兩個小時 它整個降溫了之後 拿出來吃 它會更可口 並不代表是水蜜桃 那我剛剛 因為有一點忽略 我們補充一下 水蜜桃在挑選的時候 我們注意看那個絨毛 絨毛 對 絨毛越細緻的會越好 那我選下絨毛 對 它表皮會有絨毛 那絨毛越均勻越細的越好 就跟奇異果的道理一樣 對 所以要有絨毛的水果都是越細越好 而且要均勻 要密布 不要說這邊有那邊沒有的 那個都會開始老化了 好 這就是水蜜桃的挑選 那拿起來的時候 如果我是馬上就當天要吃 或是這兩天要吃 是不是就是稍微那個軟度 就是比較軟一點點 有一點軟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今天馬上要吃 如果這家店 它是可以 它是有一點點小瑕疵 表皮有小瑕疵 它會有特價的 你就去挑那個 哦 對 因為更便宜 其實表皮有小瑕疵 有什麼關係 不管是 樹葉樹枝去擦傷 或者是那個梗 去壓 稍微有點壓傷 這不影響口感 自己吃又不是送禮 送禮的話當然就不行 那如果自己要吃 就要聰明一點的去選 那便宜又好吃 沒錯 外型醜一點沒有關係 那我問你 我們當然不能說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就是日本水蜜桃 現在丟席好吃 但台灣的梨山的那種水蜜桃 或是高山的水蜜桃 現在開始好吃 好吃 上海蜜 非常推薦 很好吃 你是說品種叫做 上海蜜 叫上海蜜 是 好 大家筆記起來 如果現在丟席的水蜜桃 買上海蜜就好吃 又大又好吃 又便宜 哎呦 被你講到我今天 又好想吃水蜜桃 又大又甜又便宜 對 我們梨山的水蜜桃 就是這樣 哎 它現在的通路 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全台灣都可以 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個人 不想吃那麼多 因為現在其實一個人獨居 或者是兩個人住很多 你就不要買那麼大顆 買小顆的更便宜 嗯 了解 好 上海蜜 很值得買 來來 媽媽 趕快把它寫下來 我們台灣的水蜜桃 就是這個時候開始 上海蜜 梨山的最好吃 好 梨山上海蜜 拉拉山的當然很好吃 可是拉拉山的量實在太少了 沒錯 大家不要糾結在一定要買拉拉山 你即使在拉拉山的馬路邊 買到的水蜜桃也都是假的 沒錯 幾乎都是假的啦 因為拉拉山不會擺馬路邊賣啦 拉拉山直接網路就賣完了 拉拉山 拉拉山就他們自己享用完 還有在網路上賣完 還輪得到你在路邊買拉拉山的 是的 所以不要糾結 不用糾結這個問題 了解 沒有錯 它確實比較細緻多汁 對 它的拉拉山 因為其實水蜜桃這東西就是這樣 它就是在那個高山的那個 有斜坡的地方 種植一定會比較好吃 沒錯 就是這樣 那梨山的也不錯啊 對啊 好 上海蜜 筆記筆記 好 水蜜桃講完 接下來講什麼水果 酪梨也很好 酪梨啊 就是我人生中 因為我很喜歡吃酪梨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 我現在已經有一兩家那種 酪梨的廠商 就是那種他們在 什麼不用除草劑啊 然後就很天然的種植什麼的 然後也是在網路 對 也在網路上賣的 啊它每一年那個產季 他們都有好多種不同品種 就是幾月幾月 他們現在是什麼出什麼品種的 我覺得酪梨 酪梨品種超多的 對 我覺得酪梨是這樣 你買來之後 你要等它變色 你才先吃嘛 可是它變色完之後 就一去不復返 就突然太快了 冷凍 可是冷凍真的會好吃嗎 那切丁冷凍 然後再解凍 這個是有點技巧 就是你在切丁的時候 你要冷凍 然後把它鋪平 鋪平了之後 你比方說我們一個保鮮盒 然後我們把它鋪平 不要互相沾黏 因為酪梨的油脂膏 沒錯 它只要互相沾黏 到時候冷凍了之後 你扒不開 沒錯 你把它每一塊的切丁 都不要互相沾黏 鋪開了之後 上面放上一層塑膠袋 然後再鋪第二層 然後冷凍完之後 你就把它分開包裝 比方說一包要包個幾公克 隨便你 你把它包起來 然後繼續冷凍 每次要吃的時候 拿一小包出來解凍 然後就拌沙拉 打果汁都可以 所以意思說 如果按照您這種方法 去冷凍 然後再解凍完之後 它口感跟那種不會變 是嗎 只要你凍的方法是對的 因為我每次凍完之後出來 我都覺得 就跟新鮮的吃起來 不一樣 你要放在保鮮盒 要放在保鮮盒裡面凍 當然快速解凍 快速冷凍 快速冷凍的話 一般家裡都不會有 極速冷凍那個是要40度 零下 對 那一般家裡就 就不會到那麼低溫 那我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如果是冷凍的話 就在保鮮盒裡 然後他們都切完丁之後 不要互相沾黏 然後就一層一層一層 有點像你在冷凍肉品 那種感覺 對 沒錯 然後等到它完全冷凍之後 拿出來你再分裝 過程不能沾到任何生水 跟鳳梨一樣不能沾到水 任何水果 包括芒果要冷凍 也是一樣 不能沾到生水 不可以沾到生水 沾到生水它就會變色 就會變黑了 喔 了解 Key point 是不能沾到生水 對 然後冷凍完了之後 出來再弄小包裝 然後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就常溫解凍就好是吧 常溫解凍就好 了解 因為酪梨 或者你隔一 你前一天晚上 你就可以先放在冷藏 對 放到冷藏解凍 然後你隔天早上起來 你就可以打果汁啊 拌沙拉 都可以的 我媽就是買酪梨 在打果汁 我覺得很棒 對 那打果汁最適合的 就是盛產的時候冷凍 那時候是最經濟的 你不要在冬天的時候 不是盛產期的時候 硬又要去買新鮮的 嗯嗯嗯 因為酪梨是可以冷凍的 而且你有發現 就是在過去幾年前啊 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多的酪梨品種 還有我們以前要買酪梨 都是很貴 那什麼美國 還是什麼墨西哥來的那種小小 台灣自己後來研發出來的 那個品種 是不是跟美國那些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酪梨很大顆 對超大顆巨無霸 美國他們那個是像拳頭一樣大而已 墨西哥也好 或者是紐西蘭 智利都一樣 他們國外的都是小顆 但是口感不同對不對 口感有點不同 我們的大顆 然後有些品種就會偏比較水 嗯 沒有那麼 油脂沒那麼高 對 但是其實我比方說現在 酪梨品種那麼多 然後不管什麼大內廠啊 嘉陵啊 然後現在有紅心圓啊 對 這些這三個你剛剛講我都吃過 就買紅心圓就對了 是嗎 來紅心圓 各位筆記喔 來紅心圓好嗎 紅心圓不會有 不會有那個很長的形狀 它就像一個橢圓 橄欖形 是是是 然後這個時候是紅心圓 接下來呢就買十月紅 嗯十月紅 然後再來秋果 秋天的秋水果的果 嗯 就差不多是幾個品種 都這個都是很棒的 OK好 這就是酪梨 那酪梨怎麼挑呢 其實可是我每次都是跟店 就是直接在網路上訂 它就一箱寄來這樣子 好我們我們現在酪梨挑喔 還是要學一下啦 不要每次都相信店家 如果你只要買單顆好不好 自己還是要練一下功夫 自己還是稍微學一下學一下 來來來怎麼挑 你注意看酪梨的表面 它的皮綠色的時候 它的皮表面 只要在樹上有充分成熟 它一定有很多細細的 密密麻麻的白色斑點 啊 然後很細很細喔 就像針孔針到一樣的 細白的斑點 這些細白的斑點呢 有部分都已經轉咖啡色了 是 這個酪梨你就可以買 我懂 因為我以前還覺得 那看起來皮很髒 就是那種很小很小的 那種咖啡色 那個才是對的 那個才是對的 那個才是熟度夠 OK了解 那通常我們要放到什麼時候 因為你知道那個超難判斷 店家都跟你說要放到黑 可是那個黑的時候 有時候只有黑上面 然後下面沒有黑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是要拿一個蘋果 要讓它吹熟 跟它放一起 好像怎麼樣 就是我一直在想說 它到底是哪一種是最好吃的 那當然啦 它如果能夠均勻的變色 然後也有均勻的軟度 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酪梨就是最好 所以酪梨只要它是熟度夠的 你切開之後那個皮是很 直接用濕的就起來了 沒錯 一下子就濕起來了 對 那你在挑選的時候呢 主要去判斷的就是說 我這樣的酪梨 比較要擔心的是地頭 梗那個地方地頭會開始爛 對 對 這種 這種尤其是大內腸這個品種 很容易有這個情形 對 嘉玲也會有一點點這樣 但是這個是品種的問題 就是你摘得太深了 就容易這樣 熟度不夠 所以還是要回歸到表皮 有沒有那些細細的白斑點 對 然後如果是 它沒有完全變色 可是它已經軟了 你摸起來它已經軟了 OK 吃了 就切了 不要再等變色 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去年買了一批酪梨 然後我就一直在等它變色 可是它就是一直沒有感覺 這樣會過熟 這樣會過爛 然後我摸的時候 明明都是軟的 然後我又不敢打開來吃 因為打開就是一翻兩瞪眼 結果我等到它整個都變黑 之後打開來過爛 對 這樣就過爛了 OK 所以你一定是要以手感的觸摸 它的軟度已經均勻了 不要說有邊軟 有邊硬 全部都均勻軟 你就不管它顏色到底變了幾分色 就吃了 就只要打開來吃了 就要開始吃了 好 謝謝楊大哥 大家有做好筆記嗎 今天這集很珍貴 我們廣告之後再來聊 另外兩個夏天水果 譬如說西瓜 木瓜都可以聊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青天 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喔喔喔喔喔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回到節目現場 有聽眾朋友說 這集實在太好聽 是不是可以請楊大哥 你現在是美季來自 好了 我們就是 春夏秋冬 我們台灣四季都有 那麼多的水果 你要告訴我們怎麼挑 然後我們要做一下筆記 我們以後才可以挑到 最好吃 最丟席的水果 大家交流啦 因為其實這個 搞不好有些家庭主婦 他們也有各自的心得 喔沒有 我有時候就問我媽 我媽就說不知道 憑感覺 我說欸 你當了那麼多年 家庭主婦 你跟我說憑感覺 這樣對嗎 我們是要有小撇步 你才可以挑到好吃 因為你都要花錢買對不對 好 接著下來我們來聊聊西瓜 西瓜是夏天是盛產期 是盛產啦 但是真正好吃是在冬天啦 你超級顛覆我們的想像 我們都覺得夏天 就是要吃西瓜不是嗎 其實台灣很多水果 一年四季有的啊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在夏天的時候 它就早產 比方說它這個水果 是應該要在四個月 才算是成長的完整期 然後它因為溫度過高 不摘也不行了 就要爆掉了 所以兩個月就非摘不可 像這樣的水果 都不會比冬天好吃 喔 認真 它在夏天的時候 產出來都不會比冬天好吃 那是夏天 因為大家覺得 對於西瓜來講 是一種生理上的需求 沒錯 就是會覺得 夏天要吹冷氣 吹電風扇 然後那邊吃西瓜 那是一種氛圍 但是夏天的西瓜 籽的周圍 通常都會濕濕的 我們就 就是 台灣話就是 就是籽的周圍 是水分過多 就有點像水傷一樣 那在冬天 它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 會比較 雖然夏天的西瓜比較甜 可是它就 那個沙沙的口感 就是冬天才會比較有 喔 因為吃西瓜 就是要追求吃沙沙 但是我也有朋友說 他不要吃沙沙的耶 那就是因人而異啦 對 不吃沙沙的 你就是含水率過高 對 含水率會比較高 了解 那西瓜也是一樣 也是一番兩瞪眼 就是挑選的時候 當然大瓜啦 大瓜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你去買 你也不可能 很少人會去買一整顆 那麼 沒錯 二十幾斤 回家 所以都是人家要切好的了嘛 那如果是小瓜 就是比較小的瓜 那個挑選喔 因為所有的西瓜 它絕對不是掛在樹上 或者是藤蔓 像葡萄一樣 它一定是放在地上 所以它接觸地的地方 那一面 一定是沒有 就是沒有紋路 它是白的 有沒有 西瓜一定會有一個面 接觸地 土腦的地方是白的 對 那個白呢 不能是白色的 它必須是黃的 白不能是 對 不好意思 我寫下筆記 白不能是白色 必須要是黃 對 那一個接觸面 必須是有轉黃色了 這個瓜才會是熟的 然後再來 它的藤必須要彎曲 不能直的 可是有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 都已經沒有藤了 那如果有藤留下來 一定都會有藤 有藤 然後藤要彎曲的 對 藤要彎曲 然後紋路要清楚 要開 紋路有開 每一條一條直列的 那個果皮的紋路要開 要清楚 不要模糊 不要模糊 對 好 就先從這樣判斷 真正要判斷好 還要聽聲音 但是這個聽聲音 對大家來講太難了 超難的 因為以前小時候 然後跟阿嬤去買西瓜 她坐在那邊敲那個聲音 然後我一直問阿嬤說 你是聽得出來所以然 她就是敲一個心鞍這樣 哈哈哈哈 就不是買西瓜 大家就一定要在那邊敲西瓜嗎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是個聽得出來所以然 不是要敲啦 這是拍啦 拍啦拍啦 然後拍打西瓜 我是聽不出來 但是鳳梨就用敲的啦 鳳梨用彈的 鳳梨有刺耶 楊大哥 所以彈很快啊 是這樣甩 甩彈 我們彈鳳梨是甩彈 不是彈著去就不動了 甩彈 手馬上彈回來 那鳳梨甩彈要怎麼樣 聽聲音 如果是實心的 這個鳳梨就不要 就要買空心的 是甩 甩 甩 像啊 這個是空心嘛 這是空心的 對 這個就是實心的 沒什麼共鳴 欸你幫我筆記啦 沒什麼共鳴 鳳梨 你幫我剪一個精華版的 送給大家 不過現在鳳梨開始不好吃了啦 夏天的鳳梨會越來越差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 17號鳳梨會越來越少 然後再來有什麼 有什麼西瓜鳳梨啊 什麼其他的品種 牛奶鳳梨出來了 嗯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鳳梨慢慢產地 從南部已經過熱了 開始不行了 到台南越來越熱 就是由南往北 現在是花蓮的好了 是喔 對 那鳳梨要幾月吃會比較好吃 春天 它就是春 春天的產物 春蜜 所以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金鑽又叫春蜜 春天的 對 欸可是我每次去南部 譬如說在嘉義啊 台南那邊啊 還是什麼 那個 就超多鳳梨的耶 對啊 那邊就是種鳳梨啊 但是因為現在可能全球氣味 嘉義還比較少啦 林內 雲林那一邊 對 它是在全球氣味 一直不斷在上升 南部實在是太熱了 因為你知道嗎 產地鳳梨在夏天的時候 它是要戴帽子的 不然鳳梨會壞掉 會曬傷 嗯 它要戴帽子 有些人是直接鳳梨底部的葉子 把它往上包綁起來 我知道 有些人是 一頂一頂的那個 小小的尖帽 這樣去戴著 就是那個鳳梨產地很大 然後就看到上面全部都是蓋帽 對 因為鳳梨不能 高溫這樣曬 它會壞掉 了解 好 我們回到西瓜 西瓜差不多吧 西瓜就是這樣 差不多啦 就是你只要按照這幾個步驟 去挑選這樣的條件 注意這樣的條件 幾乎不會買到太差的瓜 了解 小玉西瓜也是一樣嗎 一樣 都一樣的道理 你絕對不能接觸 地的那一面是白的 了解 要有一點微黃 才表示是好吃的 對 熟度夠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木瓜 木瓜是在秋天是最好的時候 是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 其實從現在開始啦 就已經木瓜是越來越好 秋天的木瓜是在夏天成長的 那我們在秋天的時候 我們會聽到很多人說 有一種木瓜叫Okiya Okiya 有我聽過 對 其實沒有這個品種 就是它也只是一般的木瓜 然後呢 因為它的熟度很夠 木瓜是由內往外熟的 對 它是由內多子類 它很多子 它是由內往外熟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皮還是綠了 帶有一點綠 切下去那個果肉都很紅 沒錯 對 那個就是 所謂的Okiya 但是其實那個是因為 它在夏天成長 所以在秋天收成 所以秋天的木瓜 是絕對都好吃 不管在哪一個產地都好吃 喔 那木瓜到底我們去挑的時候 要挑皮是綠的 還是皮是微黃 還是皮是橘色 還是什麼的 當然如果是 因為冬天的挑法 跟夏天挑法又不一樣 因為我每次買木瓜 我都會買到地雷 我就是想說 我不是那麼常吃木瓜的人 但是偶爾想要拿木瓜 來替換香蕉 然後打無糖豆漿 因為我覺得 木瓜如果是甜的 跟無糖豆漿一起打就好吃 我每次買木瓜都會踩到雷 我就心想說 我感覺很壞 我每次買完之後 切完就是要嘛就是不甜 要嘛就是過熟 有時候不是你買的問題 是你買回來之後 厚熟的問題 你沒有放到 真正厚熟的那個最佳時機 那買的時候是這樣 買的時候一定要怕膏 我們說 怕膏就是說 木瓜一定要有五條 你用整個木瓜這樣一看 拿直的對著你的眼睛 它是尖尖的地方 你看它是有走五條的黃色紋路 五條黃色紋路 你講好細喔 我們都要看一金八卦 你拿著這樣看 然後往下看的時候 要有五條的黃色紋路 對 一定看得很清楚 然後這五條的黃色紋路 最好是橘色 如果它熟起來的時候 它是橘色 不要是淡黃色 然後木瓜判斷熟了沒有 其實一年世紀來講 變冬天不要說 冬天當然是整個果皮都要變色 那如果是其他的季節 你在判斷的時候 那不是整個木瓜這樣的形狀嗎 對 它有最寬的地方 是 那以前的那個市場的 或者是賣水果的 都教你按底部 如果有軟的話 就是這個木瓜就是熟了 其實是按最寬的地方 按上面 對 要按上面那個最寬的地方 它如果有微軟的話 這個木瓜就是熟了 了解 那我們在家裡 如果厚熟的話 也是按最寬 如果有軟就可以吃了 對 如果能夠放到 只有秋天 只有秋天 或者是夏末接近秋的時候 木瓜不要放到整個皮都變色了 才吃 因為這樣都過熟了 都過熟 對 只有秋天 那木瓜我們買回家之後 要放冰箱 還是就放室溫就好 那看你買回來的顏色怎麼樣 熟度怎麼樣 了解 來判斷 好好 大家自由判斷好不好 你如果買的是還生生的 還有帶綠啊 那當然是要放在外面 如果你買的已經全顆都變熟了 記住一個重點就是 夏末跟秋天的時候 不要買那種整個果皮都變色的木瓜 一定要帶綠 一定要帶綠 帶綠回去 然後摸那個最寬的地方 已經按壓下去 有點彈性了 就吃了 那個果肉都已經紅了 你再放下去就過熟 我希望楊大哥今天講完這個 我等一下就去挑一顆木瓜 按照它的方法 我希望我不要再挑到剉多的 現在吃木瓜是最對的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秋天中秋節 過後都好吃 各位聽眾朋友 今天這集聽完就趕快去買顆木瓜來吃 西瓜底部要是那個 有點微黃的好不好 對要微黃 而且那個藤蔓一定要有捲 捲捲的 那如果是大瓜一定要有蓋章的 什麼叫蓋章 大西瓜 看一定會有一個紅色的圓章 蓋在上面 那個才買 沒蓋章的都不要買 馬路邊沒蓋章的都不要買 為什麼 那個是代表 採瓜的師傅的認證 這個瓜是熟了 它到果園 所有的西瓜要採收 不是自己果農說 我西瓜要採收了我就採收 它必須有師傅去蓋章 這個才可以採 真的喔 對 那蓋兩個章代表 這個是還好啦 不是那麼好 但是也OK啦 但是蓋一個章是最好的 蓋一個章是最好的 對 我都不知道欸 因為有看到有是西瓜蓋章 但我沒有仔細看說 西瓜到底有沒有蓋兩個章 那個都要請師傅去蓋章的 所以蓋兩個章算還好 蓋一個章是最好的 對 那沒有蓋章的就不要買 不要買 那個容易有瑕疵 了解 它不負責 我們上到很多課欸 我們待會最後壓軸來說一下芒果 雖然我覺得芒果很難買到 好難吃的耶 認真啊 我認真吃過那麼多的芒果 我都覺得 都好吃 芒果要買到剉粥很難吧 只是你那個黑點啊 或是要點到什麼程度 你要吃了 那什麼時候要從哪裡吃 好我們廣告之後 來芒果壓軸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就是我氧氣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欸我們現場提問的人實在太多 因為楊大哥講到很多小撇步 我們都要忍不住問他 欸壓軸我們來講一個芒果 還有我們可愛的是 醫生妹妹說 他想要知道香瓜 因為他會為了香瓜去買水果 我剛剛有聽懂了 然後香瓜就是 所謂的美濃瓜啦 美濃瓜 對 現在台灣種美濃 美濃瓜已經技術很高超了 都是溫室的 對 那美濃瓜呢 你不要挑那個 就是整個果皮的顏色 當然是要比較淡 淡綠色 對要偏 像在挑巴勒一樣 白霧 就是有點帶白那樣 嗯 綠中帶白的瓜 嗯 然後再來就是摸他的 用大拇指喔 去推他的表皮 嗯 有一點油色 可是你剛剛不是都已經說 我們種美濃瓜 都已經種到一個極致的地步 還是有些美香氣啊 還是有些美香氣的啊 對 啊我媽每次都買到那種美香氣 她一直叫我來吃香瓜 這就是我為什麼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接觸到 我們如果吃到 對我們來說不是很好吃的 我們就會不喜歡那個 譬如說羊桃 我這輩子就 真的吃不懂羊桃 啊 然後我就心想說 羊桃到底是誰在吃的 你要吃馬來種的就很好吃了 羊桃真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啊 哪會 你沒有買 你沒有吃到好吃的 我只喝羊桃吃 我都吃不懂羊桃 有時候我媽削了羊桃 我就說 你去哪裡買羊桃 我就很好奇 想說 哪一個攤位有在賣羊桃 羊桃那個馬來種的啊 你一聞那個香氣就 就很迷人了 哦了解 香瓜大家筆記下來 然後香瓜呢 你要重點是 那個籽啊 它那個籽是 其實所有像這個都屬於多籽類 多籽類的 幾乎都是由內往外熟 然後接近籽的地方甜 接近皮的地方就比較沒味道 這跟單籽類剛好相反 大部分呢 我不是指全世界所有水果 就是大部分 比方說單籽類的就是芒果嘛 那芒果的話 它是果皮 那邊才會甜 沒錯 接近籽的地方就比較沒那麼好吃 對對對 這個是剛好是這樣相反 所以多籽類的 像香花 買的時候你要 墊看它的重量 嗯 越沉的就越好 代表它果肉越厚 啊懂 然後如果是 比較輕的話 那這果肉薄 籽比較多 嗯 籽呢 其實很好用 那個籽啊 不要刨到那個垃圾桶 要刨到一個杯子裡面 然後再用水把它泡著 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再過濾掉那個汁 那個汁呢 就很香甜 那個汁你要打汁的話 你要打果汁的話 就是用那個汁去打 然後你的哈密瓜汁 什麼美濃 美濃瓜汁都很好喝 哦真的嗎 就是在那個汁 哦所以那個汁不要丟掉 不要丟掉 那個是最好吃的地方啊 哎呦大家不要浪費好不好 今天聽到這集有多珍貴啊 那珍貴到我們芒果都沒時間可以講 是不是沒有 是不是可以講 芒果不能講 不是啦 因為芒果 芒果不太容易挑到 芒果很多重點 蛤芒果 那你快速講一下芒果的重點 快點 芒果現在最紅的是下雪嘛 有一種品種叫下雪 夏天的夏 呃下雪的產地有台東 屏東 然後再來到台南 那你在挑的時候 其實呃 好 OK Anyway你的芒果 最重要的是要果粉要均匀 什麼果粉 不要買那種芒果是 表皮都沒果粉的 所以你在買艾文也好 或者是西施也好 你都要注意它有沒有果粉 所以你是說那個白白的嗎 對白白的 好像撒了一層粉末 白色的粉末 欸天我今天還有聽我朋友說 那是不是髒屌 我就說那是最珍貴 你到底會不會啊 尤其是艾文芒果 一定要有果粉 果粉 沒有果粉的話 就很有可能是吹熟 因為所有的芒果都會吹熟 都必須要經過吹熟 然後就是艾文不能吹熟 哦 艾文吹熟就不好吃了 所以就要看到上面有沒有果粉 有果粉就是珍貴 沒有果粉就是它有可能吹熟了 要不然就放太久了 那像金黃那不吹熟是不行的 它一定是吹熟才會好吃 了解 所以它的果肉一切容易就氧化變黑 嗯 果肉不耐放 對 艾文就不會有這個情形 對 我跟你講芒果我只吃艾文 因為艾文太迷人了 你有空要吃下雪 哦下雪是不是 對下雪是有土芒果的香氣 然後有艾文的那種果肉的細緻 欸我今天忙不忙我等一下回家先買一顆木瓜來試試看 然後我來看一下因為現在一定有下雪 沒有買不到了 啊買不到了 結束了 那你現在講咧 那我們等明年再來買 下雪是什麼時間點啊 下雪差不多六月 哦六月 六月那產量少 哦那現在呢 現在七月 來跟我們講一次水果 幫大家上上課 希望 欸我們水果王國 我們什麼水果沒得吃 我們現在那個火龍果還外銷到日本去 現在造成日本一股蜂草 但我們是不是忘了跟日本人講說 吃完 尤其是紅色的 要小心隔天 上廁所會整個變紅色哦 對對對 不要跑到醫院檢查身體 沒錯沒錯 這個應該要寫一些tips給日本人 謝謝我們的水果達人楊文德大哥 請問一下 我本來血液 請問一下 可 吶 新